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年前的记忆院牵出一段神秘绅士 他说那叫我来是干什么呀 也不知道我见我妈是怎么回事啊 我整天待在这儿 十年后的抉择引出一场悲欢离合 我说能带走吗 他说要经过孩子的医院 一段绅士牵出惊奇案中案 被拐姐妹又将各自面临怎样的未来 陕西西安女子再婚多年未遇 连拐两名女童热线十二 即将播出 在那儿 在里面电话着呢 他一个人吗 一个人 这个窗子敢打开吗 不要背背背 现在真的很想抱抱 真的是九年多的时间真的是太长了 杨杨杨妈妈在这里呢 杨杨 杨杨 好吧好吧咱们别被发现 死的心都有了 找不见我找了两年过后那种特别颓废 真的那到07年 07年的时候人根本就不像人了 城童四十二岁 2005年 她的女儿在陕西西安被人拐走 之后她和她的巡子车走遍全国 也离这个城影被拐也已经十年 我们想着在年前能让父母团聚 父女团聚 这是我们一个心愿 2014年年末 网络的一条巡人信息 让城童找回来失散十年的亲戚 开就好啊 其实我当时想的就是 他们能找个三五年就差不多了 我说毕竟就是还有个妹妹吧 我觉得他们找几年就放弃了 没想过他们能一直找我 我爱你们 谢谢你们这么多年都没有放弃我 你都没有放弃我 我还咋能放弃 然而就在犯罪嫌疑人王立落网后 警方在调查王立家庭成员关系时 户口本身的另一个女孩的信息 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王立说王立之前有两个 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而且年龄都比较大了 突然又有他户籍底下又多了一个女孩 而且一上户口就是六岁上的户口 所以我们感觉这个小孩也有问题 引起警方注意的女孩叫王慧 18岁 犯罪嫌疑人王立的女儿 王慧说 从成颖2005年被母亲王立怪回家 到2008年被父亲王红立卖掉 他与成颖曾一起生活了三年 因为成颖来的时候我当时在我奶家 然后王慧就过来跟我说是 给我生了小妹妹 因为我当时以为是特别特别小 刚出生那种小婴儿 然后就跑回去看 然后就跟我一样大 然后我心里当时就挺不高兴的 在王慧看来 当年成颖的到来 分享了他原本一人独占的父爱母爱 所以从心里面并不喜欢这个妹妹 到2007年时 母亲王立就很少在家里住了 他和成颖一直有父亲王红林来照顾 把成颖衣服脱光 一丝不留着脱光 就拿那个 就是那个挑书棒 不知道打 把挑书棒都打断 然后我还不是跪着他面前 跪着他面前 我就说是爸爸你别打了 然后下次知道不敢了 他就一脚把我给踢开 直到他打得他心里头 舒服他就不了 王慧说从那时起 他和成颖就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 王红林一有不顺心的事 就去拿姐妹俩人出气 而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 那年王红林以一万元的价格把成颖 卖给了那对河南籍夫妇 他晚上买了一个金卡手机 买了一个摩托 还出去请人家那些人去吃饭干啥的 然后我当时想着 就不知道咋不见了 他就说是要是你姑娘那啥 问起来你说你到你大爷妈下去了 不然就也知道是被羊妹了 王慧说成颖被卖后 文训赶回来的王立 要偷偷地把自己寄到身边抚养 王慧说王立最终还是带走了她 从此母女俩相依为命 王立对自己很照顾 可是王慧究竟是不是王立的亲生女儿呢 警方根据王慧的年龄推算 王慧的出生时间 应该在王洪林与王立的婚姻期间 我们又反过来又问王洪林 王洪林就说是 这媳妇也是 这个女孩 这个名字叫王慧 也是03年 她媳妇从外面领过来的 陈颖这个事情 王夕这个事情 她本全部说完以后来 我们又突然又问她 我说你还没有叫 你还有事 但是王立说是完了呀 没有了呀 我们说有 王慧是怎么回事 面对警方的讯问 王立只好如实交代了 2003年在陕西省西安市飞离区 拐走女孩王慧一事 我后悔有这些王们 那时候我就不给王慧 就说吃钱吧 不吃了 完了算 我还有两个儿子 至于拐走王慧的原因 王立说 在与王洪林结婚前 她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并且为前夫生下了两个儿子 但是由于前夫游手好闲 几年后她选择了离婚 离婚后不久 她就认识了一起 做小生意的王洪林 认识也是别人介绍的 他不是他家的条件不好 他妈身体不行 条件不好 那些是我说是我是二红 所以他也不嫌弃 就往来去结了婚 反正认识就是一个月去结了婚 虽然与王洪林结婚后 家里经济条件一般 但两人的感情还算不错 不过幸福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 因为王立一直未能生育 王立说为了挽救四季的婚姻 2003年2005年 他分别将六岁的王慧和六岁的成颖拐回了家 随后警方已了解成颖一案案情为由 把王慧从洛川带回了西安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王慧的到来引发了更大的风波 各位好 这里是热线十二 我是圆圆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咱们一起见证了成竹夫妇长达十年的巡女之路 最后女儿找到了嫌疑人抓获了 但是在嫌疑人家里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女孩 她叫王慧 和成颖不同的是 王慧没有被转卖 而是在嫌疑人身边生活了十年 那这个女孩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咱们接着来看 回到西安后警方第一时间采集了王慧的血压 进行了DNA比对 她说 叫我来是干什么呀 也不知道我见我妈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整天待在这 可能就大概都跟我说了一下 可能说是 我可能也不是王慧的亲生的 但是我心里就没想到 我就心里他跟我说 我说不是亲生的 然后我就笑了两下 然后就没想 我就没想到 我说自己他跟我说的话 我就感觉左耳都近 右耳都出那种 他自己心里其实已经猜到了 让他来 而且给他采血了 他应该知道采血是什么原因 2009年 中国警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DNA打拐信息库 目前通过血型比对 已经为三千多名失踪被拐儿童 成功找到了亲生父母 进行比对 当时也是心情比较紧张的 如果受害人没有报案 如果孩子在DNA库里面没有比对出来 比对结果经过一个礼拜才出来 警方担心 如果王慧亲生父母的DNA信息 没有采集录入信息库 那么帮助王慧找亲生父母 会变得难上加难 但是对于王慧本人而言 此时他并没有表示出 将要找回亲生父母的意愿 当时跟我说话 我这么一般人当回事 你知道 一个女人她能干 能说啥 犯啥法 文文静静的 又老实 啥又不弄 她咋回这 又没啥坏心 会心啊 怎么会把丫娃爆料 在王慧看来 她根本就不相信 母亲王力会拐别人家的孩子 这时看守所里的母亲王力怎么样了 才是她最关心的事 就在王慧DNA信息采集后的第三天 王慧与大哥的一次交流 却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刚刚跟我大哥在一块聊聊 他心里可能还舒服 他一伤那样子 我就心里头就 又不高兴 就哭了 然后赶紧就往回跑 跑回去 然后我就在网上搜 搜出来 然后心里头 真的挺难受的 成竹找到女儿成盈 王力就是当年的人贩子的消息 很快被媒体广泛报道 看到一起生负了三年的妹妹 成盈的身世 被媒体证实后 王慧开始相信民警所说的 那些关于自己不是王力亲生女儿的事 那对闲人口供已经表明了 他前面这个女儿 也就是王慧 不是他亲生的 被拐来的可能性很大 当时就让我们几个女民警要提前 就告诉 就是大概潜移默化的影响 他就是让他知道 大概有这么一个事情 不要到时候太突然 这个结果让他一向难以接受 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世 王慧也不是没有怀疑过 因为2005年 成盈的到来 就曾唤起他一些模糊的记忆 陈盈出现 他就跟我说是 他不是他 就是不是这样的亲生的 然后我 我自己又呼一下 就被想起了 我说是我走的时候 好像也是这样子 被抱的 怎么怎么的 但是我奶奶那个时候 还说是 我跟陈盈不是亲生的 我妈回来 我就问他 然后他就说了去了 你就随便说 然后就说是 我怎么不能是你亲生妈 你奶这样的 意思就是挑拨离间 王慧的回答 并没有消除王慧的怀疑 相反 与成盈一起生活的三年期间 王慧对于自己被拐的记忆感觉 越来越真实 我当时那个时候是上幼儿园 然后刚好在家里 我爸说要写字 然后我就在那里挖 他就说是那 说是幼儿园在哪 那个时候幼儿园 离我们可见嘛 然后我就晚点 我睡在前面 然后往右拐 然后就到 然后他说他不知道 我就把他领上去 他就把我抱走了 不过当时年仅十岁的王慧 还是不敢确定 自己的回忆是否是真实的 最终他再也没有开口 询问王力 关于自己的身世 然后他对我过来也挺好的 就是什么呀 吃喝啊啥 上学啊 他都一直想办法 我放学啊 他就在门口等我 水啊啥 都弄好 他都对我确实挺好的 就心里想怀疑 说是 这要不是我亲妈 他怎么能对我这么好 我说一个后妈 就是都没想对我 然后感觉 你说 这要不是我亲妈的话 我问了 肯定会伤人家心 不问吧 心里都疑惑 然后最后也就没问 然后就一直生活在一块 网上报道中还提到 在回到西岩后 陈竹借钱给女儿成颖 办了一个欢迎会 说过一个迟来的声音 当看到这些消息时 王辉突然沉默了许久 挺羡慕的 羡慕有啥用啊 羡慕那就那么个生活 那么大 而且啊 就是人家说过生日 我都不知道我生日是多少 我跟成颖生活了三年 我俩从来都不会是 我说你是几月的 我是几月的 从来就不会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 生日是多少 因为她很年轻嘛 她接受这个 而且接受这个也很快 这个过程也挺快的 她的性格是一个 很开朗活泼的孩子 就是感觉蛮健康的一个 挺阳光的一个女孩 所以很快她调整过来 然后她就变得很期待 看到本来对寻找亲生父母 并不在乎的王辉突然上起心来 警方也希望能在农历新年前 为王辉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就是她说的这个 拐孩子的这个地方 相似的这个村子的高新的三个派出所 和雁塔的三个派出所 我们进行摸牌 都没有发现这个 有相似的报案记录 在对报案记录查询无果后 王辉寻找亲生父母的所有希望 都落在五天后的比对结果上 王慧对自己被拐的记忆 越来越清晰 可脑海中却怎么也没有 关于父母的回忆 不过好在DNA信息比对的结果 马上就要出来了 王慧和陪伴他的民警 开始变得紧张而期待 DNA信息比对结果出来了 警方找到了疑似王慧亲生父母的信息 李嘉阳42岁 重庆人 这天有民警打电话告诉他 他失散多年的女儿可能找到了 但需要再做进一步的信息确认 将在一天后有确认结果 还感觉有点半信半疑的 我说反正不管他咋回事 我先过去看看 看看究竟是啥情况 我去看不是叫科大帝 我说能让我看看 偷偷地看看孩子先不去 他说不行 拉伯拉伯跟他说 我说就偷偷地看一眼 我又不去见面 我偷偷地看一眼 他都不让我去见 他说为啥要偷偷地看一眼 想的 看有没有的 是不是那么回事 想不想 孩子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印记 或者是能够帮助你去辨认的方式吗 小的时候就是两个小九 我一小的时候两个九我圆圆的 就是右肩膀上有两个胎 有两个胎记 李嘉阳2003年从老家重庆 来到西安做生意 同年六岁的女儿李艳艳失踪 女儿被拐后 李嘉阳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女儿 但始终没有女儿的消息 那一天是 一样的事 2月20号 这农业是冬月22 那记得真正的 那是忘不掉的 那天 我也是在做面条 她说跟我同学们出去玩一会儿都回来 平时还回去都 平时会出去玩了 去买孩子都回来 都在那边 到了四点多钟走 五点多钟 一个多小时 可能我没回来才发现找我 我谁了才知道 才是我丢了 而李艳艳艳的亲生母亲 在女儿丢失后一直非常自责 每日昏昏沉沉 一次意外更是导致三根手指脚在压面肌里 那些人走到国内 看到人家那时候 有阿嬷走 哈丁完了 哈丁完了 那个看着说起 心里不好受 人家有小孩叫爸爸妈妈 像我们没有 我叫爸爸妈妈心里来受 我没见到人 是没见到 是肯定要想 肯定要想 这我 是咋回事 还是在 还是有点强瓜 还是有点想他们 像她一走那么多年 随时随时随时都得想 尽管2013年 李嘉阳的妻子又为她生了一个女儿 但短暂的喜悦 并不能削减李嘉阳对女儿的思念 反而加重了她内心 对于女儿走失的自责与愧疚 一天看到不黑 一晚上 老是看到不亮 一天坐一会儿 又躺一会儿 躺一会儿起来 又坐会儿 反正不像这个晚上有多长 就是那么那么熬过来的 从2003年李燕燕丢失后 李嘉阳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西安 因为害怕面对亲人 她12年间就再也没有回过重庆老家 这家重庆面条店在西安一开 就是12年 我一直转到西安的 我恐怕哪一天 有一个啥消息 我第一时间我都感觉到 所以我一直 我妹妹 他们在那边 赚钱比这边赚得多 比这边好赚钱 我都没跑 王慧也同样在第一时间 得知了自己父母 可能找到的消息 人家说我爸是成性 我想我说这完蛋了 我说我爸是成性 然后我妈也是成性 他们说话 我说听不懂咋呢 你说这又没啥个翻译 我说两人说话 我也听不懂 你看多尴尬 你其实父母找到 然后明天你就要见面 然后下午上 何大弟找来 就跟我说呢 说是你跟你妈 还找的挺像 说是你爸你妈也来了 说你明天早早早来 然后去接受个采访 啥的接着啥的 这么一说 我一晚上 我一感觉睡不着 我就心里都特别紧张 2015年1月29日 一则电话彻底改变了 李嘉阳一家人的生活 电话是联湖区 公安局民警打来的 民警告诉他 王慧就是他们的女儿 李燕燕 可他都要说了 到时候了 你自然能 能接得着 我说能带走吗 他说要经过孩子的医院 孩子愿意跟你走 我们是 没有啥 不让你跟你走的道理 他愿意跟你走 马上你可以 一见面都可以跟他走 这样我亲生父母 我也挺亲生 我就在想 我亲生父母长啥样 我心里还想着 家里还有啥人 可能有没有弟弟妹妹 找到我第二天早上去的时候 早早早就去 然后跑到宿舍底下就等 然后他们说开始了 开始了 我走上去 我走到楼梯 我把刘雨姐一找 我说我家紧张 然后退到班 他把我担着说 我就看一下 我说其他都是记者 然后再穿蝙蝠 我看我爸又穿蝙蝙蝠 我说这肯定就是我爸 因为我这么大 我又不好意思 即使这样我亲爸 我还不好意思 说叫一声 叫一声我爸 因为 虽然说 肯定这个人肯定是我爸 但是我还不好意思 他就问我说 你愿意跟爸回去 我说 其实关于是继续留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 还是跟随亲生父母回家 在王慧得知亲生父母已经找到的那刻起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他 然后想着是不管选择了谁 心里都拒绝了 你说我这亲生父母十几年 本来组丢了 说伤心伤心 可能没有以前那么伤心 这下事情就知道了 知道了 然后找到了 找到了 我说我不回去 他说我更伤心 你说 我又说 我想到我亲生父母 跟我家父 要不说什么 我说 那我喜欢到我亲生父母 他们可以说 也很伤心吗 最终王慧也就是李燕燕 决定跟随亲生父母回家 2015年春节 李嘉阳带着女儿李燕燕 12年后 再次回到了重庆老家过年 好 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们是黄丽玲律师 还有我们的特议评论员 曾春山老师 欢迎二位 我们先说这个嫌疑人 王丽 他为什么连续拐了 两个小女孩呢 就是因为他和王红林 再婚以后 一直没能生育 所以就去拐别人家的孩子 我不知道 宋老师 你怎么看待他这种做法 应该说这是一个悲剧人物 我觉得从他的两次婚姻 和经历来看 他一直要活在 别人的评价里面 也就是说 别人认为他有价值 他就有价值 别人认为他是个人 他就是个人 所以你要说 他就破坏人家的家庭 那两个孩子吧 你都高抬他了 因为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连自己什么是幸福 他要什么 他都不知道 他一生在满足别人 所以呢 这是一个悲剧人物 是个可怜的人物 我觉得这是他人格 决定他的现在的一个结果 他是为了挽救 他的婚姻去拐别人的孩子 且不说这一招 能不能挽救你的婚姻 就算他能够 你想想 那别人过得好好的 你给人家带来多大的痛苦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我不知道 黄律师 你怎么看他这种做法 你看他的这个行为呢 在他的 在王慧的眼里面 他会觉得说 这个母亲 这个养母 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的 这个 就是知能知乐的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呢 但是他在他的这种经历里面呢 居然说他能够走向犯罪 能去拐别人家的孩子 应该是说 我们在很多这样的形式 犯罪案件里面呢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 是说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但是他这种行为呢 不但是挽救不了自己的这样的婚姻 或者说挽救自己的生活 同样也会给别人带来 无可弥补的这样的一个伤害 而且这个社会危害性 也是不容质疑的 所以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犯罪呢 其实在刑法上面 也是要给予处罚的 对 虽然说他是拐骗 他拐孩子的目的 不是为了骂 他是为了收养 但是这也是具备我们的刑事危害性 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我们也得到这个最新消息 就是这个案子 现在近期已经宣判了 现在呢 我们就连线一下 西安市连湖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厅的审判员 全波荣 全法官 我们来听听这个审判结果怎么样 全法官你好 你好 你好 这个案子最后的审判结果如何 给我们说一下 好的 这个案子是2015年 1212日开庭审则 并且当天宣判了 这个案王宏林呢 犯拐骂儿童罪 判处有期徒刑7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这个案王林 犯拐骗儿童罪 判处有期徒刑5年 这个案子宣判以后呢 他们也没有上诉 案子现在已经生效了 那就是终审判决了 是吧 是啊 我们注意到这个王宏林啊 就是这个男的 他是拐骂儿童罪 然后这个王立呢 他是拐骗儿童罪 两个人罪名不一样 当然这量刑好像也不一样 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为什么要这么判 好的 这个被干这个王立拐骗儿童罪呢 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出卖的目的 他只是买 这拐骗来以后自己收养 所以他触犯的是 拐骗儿童罪的这个罪名 这个罪的这个法定刑最高也是5年 所以给他判处的徒刑是5年 这个被干王宏林呢 是在王立拐骗来以后 抚养了3年之后 因为这个他自己说生活结局 把孩子用一万元的价格给了他 构成拐骂儿童罪 拐骂儿童罪的法定刑是5年就起 所以给他是判处7年 好的 明白了 谢谢您 现在呢 尘埃落定 时隔12年之后 李嘉阳终于能带着自己的女儿 李燕燕回家了 那么和前面提到的成影一样 李燕燕回到家以后呢 也感觉到了一种陌生感 甚至和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起过争执 我们来看看这都是怎么回事 离开自己的家12年后 李燕燕终于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 可令人颇感意外的是 李燕燕并不习惯这原本属于他的生活 李嘉阳想让一直打工的女儿李燕燕 继续去学校上学 但却遭到了李燕燕的拒绝 这是回家后妇女之间发生的第一次争执 然后去打工的时候 看人家那些学生妈 就是就见那些就躲 你知道我就特别害怕 一见面 然后那些学生妈还吃饭 我就可羡慕那些学生妈 上学多好啊 这样那儿子的 最后跑了三年也了 然后就 在这回家上学 我就没能打算 李燕燕到底是继续上学 还是出去工作 妇女俩一直争论不下 最终父亲李嘉阳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 让女儿先学理发再去上学 反正现在学美发 他们就是好好学着 我爸一直是让我学完之后 然后在学校 就是听听理论干啥的 然后学完之后 再学上一年 就是进修嘛 时候要学 几往学好 父女俩甚至商量好了 以后有李嘉阳出钱 帮李燕燕开个理发店 但让李嘉阳没有想到的是 在女儿上学问题上 做出让步后 父女之间的矛盾 远远没有解决 女儿的心 似乎还牵挂着一个人 那个人 就是王力 她每到10号 10 25号都要去看她 能不通吗 我没见过的人 他们都是写纸条 把自己的心里放 写到纸条上面 递进去 我就爬里看了一些 还爬到那些 我看了一下 她都不让我看 那时候刚回来 我跟那个老乡 老乡抬杠没 而李燕燕的母亲 更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在亲生女儿回家后 母女俩的交流并不是很多 李燕燕也很少 主动和妈妈说话 人家都说是 女儿都喜欢你妈妈 就是我一下跟我一样 那养母在外 我就喜欢你妈妈 就不想养 是我妈呢 就是没啥话 然后我这没啥话 我就不知道开始说啥 然而就在李燕燕 回到洛川不久 她就生病了 在父亲的再三要求下 她和男朋友一起 回到西安检查身体 我本来还说 不想让我爸知道 可能知道就担心 然后他说 你给你爸打一下 然后做的给你爸说 然后我就给我爸打电话 说我爸说让我下来 虽然不是大病 但这样的插曲 就让李嘉阳 做出了一个让人 出乎意料的决定 女儿检查完身体的当天下午 她就把在西安 经营了12年的 重庆面条店 转租了出去 因为原来的时候 你女子没找见了 反正是哪里有什么信息 我这一会儿都可以感觉到 现在就是相信 女子在拿一票 最好是挨住她们近一点 李嘉阳说 其实做出这样的决定 并不是一时冲动 女儿一个人在外漂泊 她不放心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女儿真正能够回归家庭 感受父爱与母爱 我们说李燕燕和昨天提到的成颖 这两个女孩还真是不一样 比如说在王力身边生活的这段日子 对于成颖来说 她觉得不堪回首 她都不愿意回忆 但是对于李燕燕来说 她跟王力还是有感情的 在她找到了亲生父母之后 她还是希望能跟王力保持联系 我不知道李燕燕 她对于她这两个家庭 一个是亲生父母的家庭 还有一个是那个 她所谓的养父母那样的家庭 她都分别是什么样的感情 宗老师 这个燕燕很快乐 快乐的人有一个特点 就是忘性大 她不太记录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她就快乐 因此这个燕燕 她可能对于养母来说 不像成颖 有那么多不好的记忆 她都是一个很正常的 很自然的记忆 另外一个呢 虽然跟亲生父母有血缘关系 但是没有在一起生活 这个感情一定是耽末的 所以陪伴就会产生感情 因此呢 养父母的这种感情呢 对她来说是不能够忘怀的 就面对一个突然的亲生父母 她就很纠结 这边是亲的 从伦理道德上 我都应该去认她 但这边就养我的一个母亲 我对她又没有什么仇恨 所以在这种纠结当中呢 我觉得这个爸爸 他们做的还是可以的 还允许她去到监狱探望 甚至她还尊重孩子的选择 我觉得父母在这方面 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想把过去的事情 拿橡皮涂掉 然后从新开始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血缘还在 关系还在 但是人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人了 因此呢 我一定要建议他们 尊重孩子今天的选择 李嘉阳也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 就是他关掉了 开了十几年的这个面条店 为什么呢 他就要为了离自己的女儿近一点 陪伴他 然后让他尽快的 开始这个新的生活 总老师您就是他做的这个决定 怎么样 正确吗 我觉得 也多少还有点疯狂 其实孩子有孩子自己的生活 他跟前面那个父亲比 那个父亲是倾家荡产 是寻找 他应该守在这里 但是呢 其实他们共同的地方 就是都是很自责 都是很这个纠结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希望还在 就是等着孩子回来 但是孩子真的回来的时候 可能这个生活 到底怎么过 可能需要一家人要重新的来规划 我们都感觉得到他们那种急切 但是这事呢 对 也真是急不得 好在有亲情在 总有一天他会回归到你这个家庭当中 是吧 通过这个两个女孩的丢失经历 我们就 又重回家庭的这个经历 我们就发现 就说如果孩子丢了以后 双方都在寻找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就因为现在有了DNA这个酷 如果你双方都在寻找 都存留了这个DNA的话 他就能对上 所以黄律师就是孩子如果丢了以后 应该怎么样 是最佳的这种寻亲方式 可不可以给大家提个醒 确实说谁家的孩子丢了 就是一个非常让人着急的事情 那么孩子丢了之后 第一时间报警 这个至关重要 应该是说在孩子失踪的头几个小时里面来说 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对于这个案件的破获 尤其的机关重要的作用 这以前大家有个误解 说这人丢了以后24小时才立案 现在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于儿童来说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点是一个大家的误解 而且与此同时 说我们要相信警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而且目前来说 我们的打拐的工作 它的力度和它的方法也是在不断的升级 而且是在除了我们公安机关以外 其他的多部门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行动 也是在说凝聚社会的力量 在为这样的工作做一个这样的尽到自己的力量 所以包括我们现在看到 咱们新媒体的情况的加入 还有咱们民间的这样的力量的融合 对于这种打拐工作 解救孩子回家这样的一个工作来说 都是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 在09年以后 我们建立了全国性的儿童的 DNA的信息采集库 对于这种解救和比对 认清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还有咱们通过媒体 就包括咱们的节目 发出的这种宝贝回家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对于这个孩子的这种认领 还有就凭着记忆能够去找到 咱们这个曾经的这样的一个亲生父母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个打拐工作 贩毒数量不多 毒贩却异常紧张 他全身的肌肉都倒起来了 脸都炸红了 情绪非常快 技术比对过后 一个惊人秘密浮出水面 有突破性的进展 这是我们每一个侦探员的心理都特别高兴的 特殊的毒贩热线12明日播出